哈喽大家好,我是醉鱼,今天带来一集全晃9807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张云熙大战拳王亲王 生分的玩法全主力对抗 不一样的是,今天拳王亲王也选择了雅典娜 其实拳王亲王是挺全能的一个选手 他每个队他都可以玩得好溜 目前又练了暴斗八闪进手底 实力是进一步的加强 看张云熙还是不是对手呢 开场雅典娜也是溜的起飞啊 哎,上游去凤凰剑 划空光剑接一个凤凰剑之后,钢腿地呢 对手又一个凤凰剑打反射位了 哦,张云熙这个加迭娜抓到只为可 比别人要狠啊 超杀凤凰剑下盘乱舞 生到空中再垫一垫 一套打满 那么拳王亲王的血量也就没有了 上扬了血条消失术 一套五十连 第二个回合拳王亲王他的草地� 双方都有他们的代表人物啊 双方都有他们的代表人物啊 虽然拳王亲王用八神做了个手底 但是他代表人物是草地银 那张云熙的代表人物肯定就是雅典娜了 哎,过地甩一下 淘宝过去一发无事 一套带走了 因为张云熙血量本来就没有多少了呀 只能看他的不知火舞了 不知火舞这个角色是目前最应该消的一个角色 后面不知火舞 下半攻击独咬 你看一个轻拳却认飞 落地申 不知火舞判定强伤害高 希望下一个版本就把他消掉 消三分之一都不为过 这个不知火舞 哇,落地点中角踢到 哎,落地生龙血风腿 然后,哦,跳CD一下很稳 其实还在想天 CD两次,两次影跳 没看出 两次大影跳 后面揭发中角 所以将他带走了 不知火舞是强 但是面对拳王亲王这个草银 看来还是要跪 第四个会和战士的莉安娜 好,莉安娜先用下盘点青角 但是他并没有一颗气了 后面,所以说不能释放超比萨 超比萨 空中耐落地 接一发无视 现在张云西的雅典娜 张云西的这个莉安娜 哇,有点串了 他这个莉安娜还剩一滴血 看全王亲王最后一个八神 爆的八神 全王亲王也喜欢上了暴斗人物现在 哎,毕竟暴斗人物胜率是高的 没办法 速度在那里摆着 即便八神的伤害有点刮痧 但是他胜率还是很高 哎,莉安娜跳 八神也跳 莉安住了 葵花三十 我把两次直接带走 好的,现在全王亲王拿到第一分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 张云西继续选人 这一次 啊,雅典娜不之后还有莉安娜 又是这三个女角色 目前不之后和莉安娜 是顶尖的一线人物 后面 雅典娜胜了取消 啊,来了 CD,CD 和黄剑勾一下 又被张云西抓了个仙机 下盘中角接一发乱舞大招 升到空中 空中再来一个电 那么现在全王亲王的话 雅典娜应该是要被一跳死了 晕 哎呀 中间来发鬼连再开始连 哎呀 那这一下不死也要死了 晕 晕掉以后继续起手 还暴气起手啊 好吧 绣就完事了 哎 空中一发超杀 这场别提全王亲王这个雅典娜 死的又多惨了 现在看全王亲王的草提鲜 看草提鲜这一把还能不能称其全场 上一把绣的还是齐飞啊 这一次好像有点难度啊 暂时 这个雅典娜觉醒了 现在给他来个电 好 电完之后 还想再用cd吗 其实 电完之后再用cd是打不到的 后面草提鲜 也要来一波狠的了 当然草提鲜没有气的情况下 很难打住高伤害 板边先来发大蛇提 哎呀 大蛇提之后他居然没有再接着连 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 清掉两点 逆向 哎 两点又中大招了 这下就非常尴尬了 现在全王亲王 血量不多还是被抓 那么只能看暴走八神了 被这个雅典娜给压着打 现在看全王亲王的暴走八神出场 这是第三个回合 这波弄不好 要被穿三 虽然是暴走人物 但是心态一旦爆炸 暴走人物也没用 哎八神抓到一发泄风 黑花三十八十 西南 底波泄风再把他抓过来 哎 中爪挠个奎花爪结 两个天堂之眼 炸一下 后面战息 雅典娜要交代了 最后一发发自己收敌 西南 杀到不止后 这里现在 第四个回合 哇 升龙快速对空 前往亲王的八神 看来是经过了一个练习了 太猛了 哦 又一发天堂之眼 反手奎过来 奎过来之后 时尚八只女 漂亮 六六六 八只女之后发生 再来个小跳百合者 百合者中了 中处奎花 爪结两段 继续开奎花 北花三十八只女 暴走人物手底确实是强 这个是没办法 天生的属性在那里摆着 又一发清运金 直杀张也席第三个角色 不止后等于是送了 在暴走人物面前 这些普通人物就像竹针扫描一样呗 现在八神试图跳起来 来个小生龙 小C压 呦吼 莲安娜还是反出来了 反出来之后压住 好 闪神卸风 天堂竟然再放了一炮 抓到先机上八只女 莲安娜肯定交强反 交完强反 莲安娜 哦 八神强反也交了 现在八神要强反打伤害吗 他真的强反打伤害了 哇 D波 跳C 莲安娜一个大尾冲了转 手刀半一炸 出现了一个反转 有利于八神的局势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就这么没了 现在张云西拿到了他的第一分 我们接着看下一场 好的 现在拳王亲王 来看用雅典娜作为首发 对抗张云西的雅典娜 看这一局怎么样 我们是没带 张云西发波 还是同样的角色 这一场 再来一波终极比拼吧 但是拼牙典娜的话 张云西肯定是既胜一筹 因为熟练度在那里摆着 首先凤凰剑 来了 张云西先开上一套 再给两次勾一番凤凰剑 空中超杀凤凰剑 还有乱舞 升到空中再电他一电 升 电一电 蓄力扔一下子 后面前往前往上一滴血 踢他一脚晕 晕掉以后闪现闪现闪现 凤凰剑结束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第二个回合 全王亲王他的草蹄精 好草蹄精快速跟上 亚迪娜也是稳住 草蹄继续点他一个下盘 亚迪娜再弹一个CT 清拳点杀发波 草蹄精荒药毒咬 亚迪娜再发波 亚迪娜再发波 清拳继续发波 生龙上去 草蹄独咬走 清拳点杀草咬一下 清拳牙指身 气功 中断 这几波套路也是非常强势了 但是草蹄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他的 没有头技 如果再有一个 自灵头的话 那么草蹄就真的厉害了 即便他的伤害低 加一个自灵头 那草蹄他也是王者角色 现在又被亚迪娜给搞飞了 只能看暴度八神了 太惨了 现在你看拳王亲王的暴度八神 这局看来拳王亲王很难拿下 暴度八神先出马 亚迪娜就发波 亚迪娜再发波 八神重要踢一下 跑吸 吸住了 空中一发超杀 也八神弹就直接强反 把他吸下来 这就是为了预防对手强反 八神爪劫一段 葵花接发清允仪 葵花三世八神 一发火力了 地波抓卸风 反手中爪劳 葵花爪劫一段 秦云一摁倒 然后再来一个白河者 没有泽 后面八神稳住 跳C 白河者 八神稳住 地波跟上 跳C地呢 也 后面 生龙对空 又一个对空 好的 葵花三世到角落 地波揪过来 一葵 亚迪娜就没了 暴走人物 他还是强啊 第四个角色 看张恩西他的不之后 好 八神直接爆气 爆气之后 跳开地 不之后 下得一个发白鹿之舞 落地飞 空中奈乐倒地 落地划铲 滑一下 扔上去一个大洞 八神 没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来报关注 每天更新